二媒生意人包报道 英国宣布将俄罗斯两大处理器厂商 MCST和贝加尔电子列入制裁名单 除了冻结其资产外 也禁止恶气使用安模架构授权许可和技术服务 华府智库战略纪国际研究中心 近日以立陶宛对台友善而遭到中共经济霸凌 解析北京经济胁迫经常失败 不仅没有达到战略目的 反而适得其反 让台湾有机会强化半导体市场主导地位 文章说 立陶宛雷射科技产业具备光子晶片制造关键元件 光子晶片速度较电子晶片来得更快 体积又小 台湾积极寻求结合自身半导体技术 与立陶宛雷射科技优势 有潜力主导下一代半导体技术 本周代工大厂包括鸿海和英叶达 将举行法人说明会 预期核硕广达人保等将公布 四月营收和第一季综合损益 中共风控和晶片缺料 对苹果产品代工影响 将是市场关注焦点 外媒报导 美国电动车大厂特斯拉 和巴西矿业巨头淡水河谷 已签署一项长期涅矿供应协议 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 今年四月曾说 由于理价飙涨 特斯拉可能直接大规模 跨足理矿开采和精炼业务 新唐人亚太电视 整理报道 新唐人亚太电视